其实环线阵列之后的话 你们就可以把它移上去 环线阵列之后的话 因为每一个都已经是连起了 所以再来就把它搬上去 搬上去特别是我建议各位可以用什么 用2D线架构来搬会比较OK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2D线架构你可以看到 移动的时候 选这个物件 选这个物件的时候空白件 那我要把这个端点 这个端点移到哪里呢 移到上面的这个什么 它这个端点 一定要移正去 否则的话你将来 转出来的高度会不一样 那这个的话呢 它的这个点 这个点 那因为如果你是2D线架构的话 你才可以穿透过去 如果你是概念的话 那一点就看不到 也点不到 除非说怎么样 你在旋转 你要再转一个方向 不要麻烦 所以用2D线架构的时候 移动 选物件 选这个物件空白件一下 那点这边 你看点的到吧 然后再来 移到垂直距离 移到什么 移到最上面的这个 点下去就OK了 记得不能选错 那个点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底下的这个端点 移到上面这个端点 所以移动 然后选物件 然后从这个端点移到这个端点 OK 再来一圈 两圈三圈 那再来就什么 复制一下 对 然后把这些全部选取起来 选取完之后按空白键 那我记准点 我可以选底下这个中心点 往上 只要是垂直方向多少呢 100 对 Enter一下 哎 就接上去 再来怎样 200 你还可以300 400 500 600 700 对不对 就一个旋转楼梯 你要多高就多高了 101也可以 你就一直往上 101 你不要用复制 你就用阵列 阵列里面有3D阵列 3D阵列里面 其实这个地方不用复制 也可以 你用3D阵列里面的层 看你有几层 有没有 如果你下100层 他就100层 全部一直把你叠上去 如果你乘数多的话 你就不是用那个复制 你一定要用那个 或者复制阵列也可以 因为复制阵列 不然的话 你光要一直复制一直复制 就很费功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除了用复制之外 你可以用复制阵列 或者是说 这边有个什么 3D阵列 那3D阵列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它的列 它有列有行 还有一个什么 层哦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列是1 行也是1 但是层的话是要3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3D阵列也是做得出来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我们中间的这个圆柱 有没有 再把它补上去 按拉 有没有 有没有移动到这里 拉上去 300 Enter OK 这样的话呢 切到这个概念看看 OK 这样的话就做出来 最后看你要不要再把它连击起来 把这边全部连击起来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把它搬到旁边去好了 翻过来之后的话 刚漏掉一个 OK 没有连击到 然后呢 最后的话呢 再把这些2D线的部分 再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就完成这一题 基本上 同学上个礼拜 还有问到 就是说 像这个突出来 这个平板 比如说 你这个平板非常简单 如果你要让这个平板突出来 看要突出来 100 200 300都没关系 就一个走道 走到走到这边 直接上去 不然感觉这样会不太顺 或者你底下可以再做一个 一个平板 一个板子这样子 如果说你这一块突出来很简单 这个地方 如果已经连击的话 你只能用按拉 但是如果你分解之后的话 你可以用几出 比如说按拉 你有没有放在这一块上面 按一下 看多少 100 Enter一下 它就突出来100 有没有 这一块平板就出